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震的博客 然后我在网上就 我回了昨天晚上我回来才看到我的那个网上就有那个留言就写 就是你怎么不这个不说话呀什么的 那我觉得我就得说话呀 然后这个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72小时 就是我的博客上传的时候 正好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了 那我就那写的方式就会有所变化 我就想我最早怎么知道亚安这所城市的 我在30年前遇到过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亚安的 我问他你哪的人 他说亚安的 当时我说亚安是哪啊 不知道吗 所以我就回忆这么一个过往事 我在去年的时候 5月份路过亚安 也是早晨八点多钟 所以这个人的命都是来回错位的 如果说我去西藏 亚安是第一站 亚安是有西藏之门户之说 我如果说那天早上八点钟 比如我们选择的是4月20号出发 那我正好就是赶上地震的时候的 周年 就差不多 你说这对不对 就是说一定在这样灾难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对马上要对这个事情表态 这个对 我因为昨天到清华大学演讲 那是腾讯的一个演讲 结果就有人在微博上说 徐老师你这个时候还讲文学 未免叫人心寒 你看他也遇到这问题吧 那我我就不能讲文学了 我那天 当然我讲文学之前 他也提醒的好 那我也提一下 因为我现在要哀悼的人太多了 除了地震死难者以外 还有吕令子 还有昨天刚去世的作家陈乃珊 去世 对刚刚去世 那但是我看到他那条 我也有点心寒 就是说所有做这些人的事情 这一天要是 你不写博客 不写微博 不代表你心里不再想这个事情 对 所以我在整个这个出差的过程中呢 只要在宾馆里那个频道 一直各的新闻频道 我们不停在关心这个 或者我提出一个更敏感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心里确实没想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一个罪人 这个 你是不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丧尽天良的人 那也不是 那他分什么事情 你比如地震这个事情呢 我们最近这几年地震频发 是吧 大小地震都很多 昨天那个通辽海地震呢 五级 对吧 他如果说再往上升两级 也又成打地震了 这个你知道我们电视台 就是这个媒体 那是最敏感的这些年呢 你看这次地震这个一起 刚开始啊 大家的想象啊 比实际的灾情好像更大 对 所以这个反应啊 因为我们有点啊 当年这个时期 当年有过这个教训的很多人 这一下子娱乐节目全部停播 就是说唯恐自己啊 你哀悼的不够 或者说是这个严重的不够 甚至于你知道还有那样的事情啊 就是在哪啊 东南某地吧 就有一个媒体派记者 派记者呢 要去奔赴亚安那采访 结果那个航班呢 那个记者迟到了 航班就起飞了 然后呢 这个媒体就开始骂 说我们是去这个采访 奔向灾区的啊 地震灾区 飞机为什么不等我们的记者 后来这个也引起人家一件争议 人家还说我飞机上还有救援的人呢 我凭什么要等你啊 这个道理都是双方可以讲的嘛 所以你在这里边就有一种啊 就是全国关心一件事 的确会有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拿捏起来啊 也很这个微妙的 这个你比如说啊 哎 这次是呃死亡了将近二百人 二百人啊 对 那么好比说上次汶川大地震 这个到达一定的程度啊 这个确实整个国家 你会进入一个气氛 对不对 对是 是吧 呃 但是实际上你又看出来啊 呃 他好像中间还是有有有有有等级差差序的 这个说起来很残酷 对吗 地震死一个人也是我们人类的悲剧 对不对 可是呢 在处理的这个这个程度上 程度上 又的确是以此啊 为参照 你又不能不承认 死一百人 和死两百人 和死一千人 和上万人 和上万人 他就是不一样 对 还有跟人的呃 个人自己的社会身份 自己的位置不一样 最高的境界 当然是全世界所有的灾难 我们都表示同情心 嗯 那如果最高境界的话 不仅是四川地震 你伊朗地震 你也应该哀痛 嗯 那其次 那我们爱国主义四川境界 但是最应该 我觉得什么情况下 如果是不知道 是错的呢 就是你的职务有关的 比方说你做传媒 嗯 你出镜 你那天 糊里糊涂还穿了个红衣服上去了 或者你 你完全没有这个 或者你主管部门 交通等等 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 我突然想起我的一个老师 就施之淳先生啊 嗯 他讲过一句话 唱反调 他有一句名言 他叫天下新王 批夫无责 啊 他专门讲过这么句话 你你听上去好像是在开玩笑的 好像在唱反调 其实他的意思 我理解他也是这么意思 其实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应该负更大责任的 你有些事情 你要每一个普通的人来负责 要他承担所有的责任 是否 当然 批夫有责是更高境界 那我们不否认 对 当然 我我我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政府的救治 救治部门以及体系 和制度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通过我们 这个连续的自然灾害 尤其这种突发的 它跟那种不是突发的还不一样 你比如旱灾 它不是突发 它是缓慢形成的 这种突发的呢 看你救灾的体制和你的速度 以及你的制度 是不是能汇集到这个社会身上 而不是说有的人碰上了 比如说我这个位置好 碰上了什么样 我就获得了更好的一个救助 而碰不到的那些人呢 就在那在那等着 这就有问题 所以我还是觉得通过这样的 我们这几年确实这种灾害频发 所以呢 也从某种角度上说 锻炼了这个队伍促使这个制度 尽快的建立 我觉得救助制度是当今社会 或者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制度 就说感情啊 这个善心呢 都是很让人感动 但是我就发现呢 让人感动 让人流泪 不见得能等于解决问题 对 真正解决问题 还是要 理智的 有效的 理智的 它是一套制度 一个非常 你大家都凭着感觉都冲到那去 就把这个事全耽误了 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文章 中国青年报等等 说这次地震汶川以后 盖的这种房镇的房子 标准是八级抗震 九级设防的这个房子 全倒 那为什么呢 就是他在问啊 然后他就说 日本的这个311大地震里面 他的建房的标准比我们低 可是他的房子大部分都没倒 他的主要是海啸 他做了很具体的分析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制度的建立 你比如说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侥幸 觉得我看有专家说 4000年的都不会再有大地震了 就汶川镇完了 好像反正那样放了 对吧 你建了抗八级地震的房子 如果倒了 我觉得一定要问责 这个事情比你今天 就是到这会儿去救援还重要 如果我们当时的 就这类的房子 今天都是完整的 那这里所有受到伤害 不管是死亡 还是受伤的人 都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 如果这种伤害发生在 汶川地震以后的房子里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追责 谁盖的房子 你拿了多少钱盖住这种房子 对不对 是 所以说有时候我就觉得 这该怎么说呢 比如说像马先生这回这个事 我就觉得 你比如说像我们传媒 你没有做出反应 那么有亏 这叫有亏职守 因为你是有职守的人 但是你比如说 允许不允许 有一个灾难发生了 那么他一个个人的博客 如果就算他 当然马先生是有理由的 那么我是在想 就算他真的沉默 对此一言没发 我觉得至少我个人 不会怪责他 他有他这个权利 有这个权利吧 对吧 甚至即便是发生了战争 我们知道 他也有的人是参与进来了 但是有的人呢 他没有吭声 其实有时候不参与 也是一种参与 表明了他某一种态度 比如他看中了某一种不满 他不愿意去说话了 说话当时也说不清楚 那我只好不说话 这都是 所以实际有的时候 也应该尊重这个个人 沉默的权利 对 是吧 对一个问题表示 尖默的权利 其实这个尖默是很有意思的 他既可以是反对 也可以是支持 他包含任何一种暗语 对不表态 也是一种表态 而且他们其实有的人 我都知道他们 因为他们看到现在有些人去 有些名人去 有些带着企业的名字 什么什么去 你说他 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同情心 他这个爱国心 但是那也是个曝光率 因为现在传媒全部集中在这么一个地方 是一个舞台 现在也变成一个舞台 当然这个也是展示中国国力的一个舞台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全世界关注 但是理论上讲 这种救灾一定是有序的 有指挥的 而不是你去想参与就参与的 因为所有的救灾现场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都是场地狭小 一定是要有序的 对不对 比如某一个地方建筑工地着火了 你端着个盆去了 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好人吧 他就破旧火去了吧 但是你每个人满的街都是端盆的 那消防车就过不去了 你那水能泼出去吗 那楼都是高处着火 对吧 这不见得说你这种所谓的就是善行 一定是一个善的结果 所以在当今社会中秩序很重要 这个我就那想想起了那天看一个就是唐宋传奇 讲这个托塔天王李静的故事 很有意思 说李静的 我有点忘了 就是大概是碰见一个神仙娘娘 这娘娘呢 就说这个跟李静说呀 说哎呀 这个今天本来该我儿子值班 上天有上帝有命令 今天要降雨啊 比如说降降三滴 要要要 然后呢 我儿子不在 李静说我帮你忙 然后呢 李静 就哈加滕云加雾就上去了 拿着那个这降雨 负责降雨的工具 他一想 哎呦 下边的人对我这么好 他们就这么样的贫苦 才降三滴 我给他降二十滴 咔咔咔咔咔咔咔 第二十滴 结果回来之后这神仙娘娘哭啊 说我被上天撤职了 说你看咱们村已经变成一片汪洋 说你是一片好心 可是 没干好事 结果不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979年春天 三个年轻的侦察兵 投身中越战争 一个是出色的技术兼兵 一个是刚入伍的知识青年 一个是首长身边的作战参谋 在他们的孤军深入单兵作战 近之死迹之中 我们一起经历战争中的人性挣扎和军人使命 孤星 侦察兵的越战往事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排 徐老师也在报告报告 就是当初重建的时候呢 有个口号叫责任重于泰山 看着什么 就中国青年报关于这次房子 就汶川地震以后盖的八级抗争标准的房子 这次抵不住这次的七级地震 就你刚才说 就我刚才讲的这个 但它有它不是一个感情的 它是一个非常数据的一个调查 它说呢 为什么日本呢 讲是七级 他们日本的311以后倒塌的只有七分之一 而我们这倒塌这么厉害 结果呢 实际上是日本呢 是按照一百年设计的 我们呢 是按五十年和七十年设计的 我们是跟那个使用期那个设计的 然后日本呢 百分之六十以上是钢结构 我们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他们的单位建筑面积用钢筋是九十千克 我们呢 是六十千克 你看 它有非常多的实际 但是我们讲的数据又是要比它高 那个那个他们在这个地震海啸以后啊 盖房子重建的目标是十年 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他们做一个报告啊 检查这个东西花几个月 我们这里一两天就出报告 而且我还记得汶川地震以后 关于学校倒塌 很长时间没有详细的展开 为什么民房还在 而学校倒塌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能笼统说 传媒都是感情化 这也是传媒啊 对 这也是非常 而且他这种报道 一定也建立在一些很专业的意见的基础上 对不对 日本是有很多很糟糕的东西 我们不用讲都知道 但是我后来这次地震以后 我就看了中国的这个地震的图啊 那个点呢 就是49年以后 每年发生地震的各个急速的一个点 基本上是个什么情况 跟人口的分布成反比 整个中国就人口多的地方 反正这个秦陵这边 反正这个东部中部很少 西部新疆西藏四川云 除了一个地方例外 就是台湾 台湾是高发区 对 另外就是北华 唐山这一带还不是标的最厉害 其实根据这些经验 像这些地方是高危区啊 其实就像应该像日本这样 那个房子就 常年一直要考虑 这个这个这个地震的要求 是 日本啊 据说他们正 当地政府还有一个鼓励 就是说如果按照政府的标准 新盖楼的话 还贴钱 可是可是 你上次的救灾款那么多钱 大量的运用到建筑上 如果你今天的这个建筑 这个时间很近啊 不是说又隔了几十年 大家都忘掉了 可是当地农民听来很心酸 他说照你政府的一个标准 我那个房子重盖要十几万 你贴我一万 他们自己这样盖 八万就盖起来了 没钱啊 他说你明白吗 我们现在是 不要去去管他这个个人盖房的质量 就农民自己盖的房 有没有工件在这次这个灾害中倒塌 你比如学校 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 因为上次学校倒塌 是因为说的很清楚 是因为学校跨度大 比我们一般开间大 窗户多 他也要采光了 所以他这房子相对来说 就就不结实 其实不是 那是个理由了 所以上次这个死亡最多的是学生嘛 就是倒了以后又正好是 上次的地震是下午的时间 这是上课的时间 要不翻跑跑 不会跑了吗 对 这次是8点02是吧 8点02分 如果说这次的就是新建的房子有倒塌 那不可能说今天没有人去不关注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当然一开始最大的任务就是救人 对吧 现在我们都记忆 从日本的经验看 房子很强的地震 你不用从日本 你就从台湾就可以 台湾这个这些年的地震很多 大地震很多 死亡率很低的 他房子没有问题 我们所谓的死亡率都是在房子方下掉东西 这次啊 还是几个小 就是乡啊 小地方 所以很多是民宅道 更大的危机是 威延耸听就是说 其实汶川地震以后盖了很多建筑 有的还没经受考验 这个其实是需要一个很 很全面的长期不是紧急应栽的事情 对不对 我跟你讲讲 我认为这个我们各行各业很多人呢 缺乏我父亲的一种性格 你知道吗 我经常觉得我父亲应该去德国 或者日本去 但是因为我父亲的这种性格啊 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多痛苦 比如说啊 这个我母亲现在这个这个中风 偏餐在床 他找不到一个护工 为什么 那你父亲要求高 因为我父亲是个这样的人 说好一尺一寸一 你就不能给我一尺一寸二 说好了两点零一分 你就不能给我两点零二分 而且他已经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 这样最后的结果是重判亲离 因为没有人能够应付得了 他是工程师 没有人应付得了 最后他就那就说你们都走 我一个人照顾妈妈 老人家 就是因为什么别人干活 他都看不上 可是我又觉得 如果中国的工程员们 盖房子盖桥的人 真的 我认为这就是工程师的性格 其实就是说 不妥协 不妥协 做一件事情 咱们中国啊 就是这种实行能力 你知道吗 咱会说这事你发现没有 布置下去 咱经常说布置下去 布置下去就完了 可是我就觉得 你看有些民族 你就会看到 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个完成 完成是不是给我可定科毛 说实在的 我就觉得这种性格 在中国生活呀 非常的痛苦 就像我父亲一样 我都能体会到 你很痛苦 因为周围的人不是这样的人 周围的人都是粗线条的人 都是马马虎虎的人 你知道你到最后 也不马虎 我看到人家一个微博说了 就在屋子慢点发 等电视台来了 是啊 这么马虎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只是精神功 我们来看看 四川地震 几方军无情紧急救灾 出动最新特种装备 朝鲜导弹又有异动 韩国情报 中美讨论 朝韩统一备案 几方军轰六轰炸机 带单高调飞行 几方军强化西南兵力部署 印度说 中国军队进入争议区 与印军对峙 中国两大航母基地曝光 几方军航母将赴南海远航训练 试验六大型装备 显正设立 华人台11特医区军队 那是周三 方位是周恩海 传递圣唐文化之魂 彰显东方品质之魂 焚尽中国九魂 所以那天他们讲 就说这个还真是有个 就有没有民族性这个问题 有 你知道你比如说 要谈合约 如果你要是认认真真的话 他在中国会有另一个问题 你不可能谈不成了 谈不成了 你发现没有 当我们这么说 明天你干嘛什么干啥 我给你这个时候就好办了 很多事确实就这么干了 可是咱也一说 咱一签合约都值得害怕 尤其你签那种西式的法律文本 一看就烦了 说什么事 你这么老后 我都没公开 没错 就不爱签了 这一说 这什么叫不可抗力 如果发生了不可抗力 什么谁赔谁 一看这个事情就办不成 我也怕 我也怕 我在香港租房子 对 那个全部英文的 我第一次就傻头傻脑的 就拿了个字典 一字一句给他看 然后规定说 什么时候不能来多少客人 来了客人以后 不能煮什么 声音不能大到多少分贝 我还住不住你 什么房子 你干什么 对不对 他们买一个分贝仪 然后看着他说 对对 所以你看 后来知道他实行不严格 实行不严格 合同很严格 咱们 那为什么实行不严格呢 因为还是有人情在里头 你比如说 就是你说这个这个邻居认为你 你声音大了 你说我声音并不大 那只好用分贝来说 除非打上官司 咱们再听分贝 对吧 所以你就说 焦点点点过去了 你电视台渐渐的走了 这事情过了 到底就热度就没这么高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新闻媒体 作为这次报道呢 我明显的比上次好 对 但是新闻媒体有没有必要 全部都往上拥 因为这种地方 就资源有限 当地的人肯定是要照顾你媒体的 不像西方人 西方人是不照顾媒体的 甚至给媒体设账 就是很多事 我不这个地方 你比如救灾的人 绝对不让记者进的 说我这救灾的 你不许进 甚至涉及到隐私 比如这人的这个状况非常不好 他不想让你拍 这个我们媒体是一般情况下 你比如我们媒体有单独 乘直升飞机过去的 对吧 这个就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的直升飞机是您自己的 但我们这里国情需要 我们这里有领导来 有媒体来 事情才会引起注意 救灾物资才能多 对不对 那就是还是制度的欠缺嘛 制度一定要好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又催生我们制度的这个建立 我看到一个报纸作为一个比较 比如说上次是多少分钟 才开始实行紧急状态 是多少分钟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次所有的数据都提前了 那就证明这次你上次有所进行 还是要讲讲有点正能量 我觉得一次一次灾难呢 咱们真是在学习 你接着想来为您播出西安楼馆 但是贷价太大 太大 太大 你最最最大 我现在全部都已经过来了 不管中华民族